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下午非常高興請到中研院的劉少哲教授來跟我們演講 那首先呢我請拜託我們中大大氣系 對這個劉老師的來訪來跟我們分享 赤上十二萬分的歡迎之一 那劉老師他是目前中研院環境病院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也是中研院的特定研究員 那他也是我們中大大氣系的這個合併教授 那劉老師他平常除了在美學系 在我們系有開課 然後跟我們西藏老師共同指導學生 那我這邊要特別提出一件事情 就是劉老師在簽約的時候他有得到一個學術獎 那他把那個獎金有捐出來給我們中大 成立了一個獎學機 那去年呢第一屆的這個得主就是 吳嘉玲同學 那不過那個獎金裡面還有一個開的櫃 是補助研究生到中研院去做研究 那去年這一項沒有人申請了 所以我今天把這事情再特別提出來 一方面我們要謝謝劉老師 這麼熱對我吸這麼熱心 另外我也鼓勵大家多多利用這個機會 那我接下來就請這個王老師呢 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劉教授的這個學心力 跟他的學術成就的方 謝謝 謝謝廖哥 各位教授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榮幸呢 有機會邀請到劉教授呢 來我們這個大紀錄理研究所呢 給演講 從我在台灣大學當學生的時候 就認識劉教授 然後發現這十幾年呢 他都沒有什麼改變 OK 非常的這個精力充沛 然後呢帶著我們呢 往十月書的這個前緣的衝刺 那在我開始介紹之前呢 我想這個 劉教授非常練人 值得驕傲 也是讓我們台灣非常引領圍繞的地方 就是劉教授跟莊萬元就任的前院長劉遠哲 教授 事實上是同列為這個 我們台灣的少數 非常少數的 叫做highly scientific scientists 那個 這是一項非常非常稀有的榮譽喔 所以如果說你進到那個ISI的那些公司 你會發現說我們台灣只有少數的 科衛數的科學家呢 被列為是highly scientific 就是他們所發表的論文 不斷的被引用 那你所發表的論文不斷的被引用 這表示說你的研究同步呢 被全世界的科學家所重視 那以這個角度來講 事實上這個劉教授跟這個劉遠哲 劉教授他們的成就事實上是相當的 那這邊呢 我請用一些今天短的時間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劉教授他的學經歷 那劉教授是在1966年呢 畢業於這個國立成功大學的物理系 所以他本身是個物理學士 那後來呢 他就前往美國呢 Pisball大學深造 他在1972年呢 獲得這個Pisball大學的物理學的博士學位 然後他這個劉教授的經歷實際上是非常的豐富喔 他自從他獲得這個博士學位以後呢 他就在一直在美國呢 從事研究 在美國的這個NOVA的一些實驗室進行研究 然後後來到伊勢坑大學呢 當任副研究員 到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呢 當任科技研究員 等等這些的非常完整的這個學經歷 這邊呢 我就在這個仔細也介紹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中央研究員的網站上面呢 會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然後 劉教授呢 在1999年底 然後回到台灣呢 帶領我們台灣的大氣科學學院 從事這個大氣科學 以及大氣環境方面的研究 那 劉老師在這個臭氧方面的研究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長 幾十年的功力 然後他在最近呢 也有些新的這個想法 還有一些新的實驗呢 正在準備進行 我想這些都是 非常令人興奮的一些新的實驗 那今天呢 我們很榮幸呢 劉教授能夠播放的 到播時間呢 來這邊跟我們介紹一些 他新的發現 然後即將要做一些新的實驗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與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劉教授 謝謝 謝謝這麼慷慨的介紹 他 那個 剛才他 那個 王老師提到 他說 他做graduate student 到現在 我都沒改變 他 其實這個有兩個講法 一個就是 我還很年輕 另外一個更接近事實的講法 就是說 他做graduate student 的時候 我已經很老了 所以 今天這個演講 這個主要 像王老師說的 是針對台灣的 一個主要 對不起 就是說 台灣 一個很 那個 一個主要的台灣 目前就是說 對台灣 影響最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 污染物 就是 臭氧問題 那個 我想 我站這邊會 打個點 因為 麥克風在這邊 這個 這個 這個污染物 就是說 目前是台灣 我們 EPA 這裡 這裡 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那 這個問題呢 那個 EPA 台灣 EPA 有 就是說 台灣 EPA 我們在台灣 EPA 有一個研究的計劃 這個研究的計劃呢 這研究計劃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不少 中大的 某人 張詩院長 王嘉玲 另外 我相信 我相信 基本上 這幾位也是 中大的 PhD Gradured 現在在我們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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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問題呢 對流程的臭氧 也就是說 臭氧的污染物 我相信 在做的 因為是 大部分都是 做大氣方面的 不是大部分的 全部都是 做大氣方面的 那 也很可能 並不是做 大氣化學的 所以我給大家 稍微做一些 這個 臭氧的一個 比較 介紹性的 這個 介紹 那個臭氧 大家常常聽到 臭氧 有所謂臭氧洞 那個臭氧洞 那個臭氧洞 是講 對不起 我沒事 看到嗎 是講那個 平流程的臭氧 所以臭氧 其實在平流程的臭氧 其實是一個 好的臭氧 假如有洞的話 就不好 可是問題是 地面的臭氧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 要談的問題 就是說 這種臭氧 是一個 就是說 對人體是一個 害的一個臭氧 那 在這方面 我們目前台灣 當然就是說 這個 Skandard 每小時 1120個體力 美國目前已經改成 80個PVP 不過是 8小時的平均值 不過台灣 也有計畫 要把這個 弄成 8小時的平均值 好像是 比美國還嚴格 要弄成 60個PVP 那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幾乎是 台灣的地區 只要有太陽的時候 幾乎都會到達 8小時 60個PVP 對 所以 我們的這個 臭氧 要來控制臭氧 其實是一個 相當困難的一個問題 很需要 我們深入的了解 然後才來 能夠 能夠 控制住 那 這個臭氧 在這個地面 它有什麼 就是說 在對頭層的臭氧 它有什麼問題 問題更重要 那第一點 第一點 當然是我剛才已經提到的 就是說 對人體的這個 這個 危害蠻大的 尤其是 有心臟病的 老年人 或者是 或者是 小孩 這個危害都蠻嚴重的 另外它也會 對這個農作物 有相當大的影響 那 有一點 大家可能不打清楚 就是說 臭氧 其實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這個 溫室期 這個溫室期 大家想看看 那個IPCC的 那個報告 尤其是第四次的IPCC 報告 現在已經出來了 這個 這個 臭氧其實還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 溫室期 另外當然是 臭氧在大氣化學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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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氣的 一個 這個 氧化物 它這個 氧化物 它是 它並且可以 產生這個 OH H2O2 這種氧化物 對這個 其實 對人體啊 或者說 對動植物 其實都會 都有很大的影響 那個 今天 當然 我們都會講到 臭氧的 這個 光化的生長 光化的生長 其實 臭氧光化生長 是一個 相當複雜的 一個 一個 機制 它的機制相當的 複雜 這裡我就給大家 就是 做一個 最 基礎性的 這個 大氣化學方面的 介紹 那 基本上 其實這個 這個理論 早在一九四幾年 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來 基本上就是 這種的 機制 它基本的機制 它就是說 在空氣中 假如說 車子放出來 輕氧化物 或者 CEO 一氧化蛋 在空氣中 它假如 這個 NO NO2 NO這種 這個 催化器的時候 在 有 紫外線 照射的地方 會產生 那產生的 比較仔細的 機制 最主要的 當然就是 就是 在大氣中的 HO2 這個 NO2 把它 這個 幫分解以後 出來的 氧分子 氧原子 跟空氣中的 氧分子 結合成 透明 所以這個機制 最基礎的地方 是在這裡 叫做 HO2 所以 一般來說 假如說 全部加起來 是這個樣子 一般來說 當然是 左邊的 這些物質 越多的時候 產生的 右邊的 臭氧就越多 所以基本上 像 Hydrocarbon多 像 NOx多 就會 產生 臭氧 當然 HO2多 也會產生 不過這種 這種 就是說 在這個 空氣中 本來就有 並不是 人為的 因素 放出來 人為放出來的 都是 NOx 或者Hydrocarbon 所以 人為人 就是說 看看哪一個 比較多 或者哪一個 比較有效 對臭氧的產生 就會有 促進的作用 臭氧的分布情形 最容易看出來 其實是 從這個圖來看出來 這是一個 美國的 當然是 美國的臭氧的 分布情形 這是 這個 2003年 夏天 7月3號 大家注意到 這個臭氧的分布情形 比較高臭氧 其實面積非常的大 幾乎整個的 東北部 美國東北部 都很高 當然有的時候 它的高氣壓在東南部 東南部也會高起來 這裡大家注意到 它是一個大面積的 其實是比較高的那些部分 超過100個 其實包括的面積也相當的廣闊 並且大家也注意到 它其實跟這個 跟這個 城市 它並不是很 很match 大家注意到 紐約在這邊 西卡國在這裡 可是這個 在這裡你看 高臭氧 這裡幾乎沒有 任何一個大城市 那Detroit 其實在這個方向 也沒有 反而是Detroit的北邊 比較高一點 Toronto那邊 正好是 是 有 有 所以 我們說 這個臭氧的 情形 它其實是一個 Synaptic Scale 可是它 Super pose 卻又有 Urban Scale 的影響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也是一個相當 相當有趣的問題 因為它這個 臭氧的生成 顯然是 特殊它的分佈 顯然是 跟整個大區域的 整個大區域的 這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光化有關係 並且是跟 城市區的 這個 也有關係 等於我們可以看 看 相當有趣的 一些現象 那個 另外呢 也就是說 剛才我們提到的 就是說 它跟臭氧的 precursor 那我們剛剛講 這個 像這 Hydrocarbon 像這 NLX 這個 汽車 或者是 這個 power plant 工廠放出來的 這些兌器 我們叫做 臭氧的precursor 它的前驅物 所以 它這個 臭氧跟前驅物的關係 是相當的複雜 並且 它那個 前驅物裡面 尤其是 Hydrocarbon 它包括 自然的Hydrocarbon 樹也會 也會放出來 Hydrocarbon 這個 大家 有沒有聽過 那個 從前的 美國一個總統 最近在過世的 Reagan Reagan 在當總統的時候 雖然Reagan 最近幾年 其實他過世以後 那個 民調都認為 Reagan 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總統 事實上 當然Reagan 也是做不少的事情 不過他在位的時候 每個人都認為 這個Reagan 這個總統 當得非常狹義 因為他有什麼事 他都請他底下的人去做 他delegate 那他常常開會 其實他很 跟盆子 怎麼說呢 就是說 他常常心不在焉 有時候講話 未必講得 跟他會 不進入情況 對 他常常不進入情況 所以很多人認為 他這個 老大話畢不是很聰明 那 他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笑話 就是說 他有一次 他看到一個報告說 自然界有 這個Hydro Carbon 啊 他就說 你們這些一天到晚講 這個 這個 環境啊 什麼啊 臭癢膏啊 我聽說 這個樹可以殺其他的樹 他的意思就是說 樹會產生臭癢 那臭癢就對樹有作用 所以 他的意思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 人有這個污染 臭癢 他就說樹也會產生污染 OK 其實當然 就是說 你假如說 你假如說 從那個斷章取義的觀點來說 樹一切會產生污染物 也就是說 產生臭癢的所謂 腺驅木 還有打粉 可是問題是 假如說 樹 產生這個東西 而人 不放這個東西 因為樹不會產生這個東西 人不放NOx在樹旁邊 那個樹產生的 來給它們 其實不會產生這個東西 所以 瑞根在這方面來說 他只講對了一半 另外一半 其實還是人物的關係 人家說 不放這個 你只有這個的話 他不會產生臭癢 那 臭癢 在國外 在美國 這個控制著 過去差不多20年 在LA可以說 過去30年都在控制臭癢 這個控制的情形 相當的成功 大家可以看到 X2 這個是LA的這個 這個 這個 Burbank 這個 其實 無論LA去哪一個station 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 都是蠻不錯的 就是說 過去差不多20多年 幾乎有30年的歷史 臭癢 臭癢 在哪裡 臭癢 在這裡 臭癢 藍的 這個 從前平均 差不多100個PVD 現在已經 差不多一半而已 所以這個是相當 相當好的成績 可是相對來說 我們呢 這是台灣的情形 台灣從前 就是說 十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的時候 那個 現在十三年前 十二年前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鮮湖為例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空氣污染物 這個是說 過去差不多十多年 引起台灣 這個 空氣污染的 這個 這個 原兇是什麼 這個 從前的時候 十多年前 是 漸浮為例 百分之七十 幾乎百分之六十 以上都是漸浮為例 近年來 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是漸浮為例 而近年來 空氣污染 主要是臭癢的關係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 相對的浮 不過事實上 這個 絕對值也是如此 這是給大家看看 我們 台灣 這個 過去十多年 每個月份 這二氧化硫 一直都在 都在下降 這是 那個 那個 一氧化碳 也在下降 二氧化硫 下降 幾乎有快 二氧化硫 下降 沒有三十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也有下降 雖然下降量 並不是這麼大 整個 差不多三十 百分之六 那這個當然是 臭氧 臭氧的先驅物 剛才這個 剛才一氧化淡 一氧化碳 這也是臭氧的先驅物 相當於 探青化的物 這都在下降 那臭氧 那臭氧呢 確實每個月 每個月 幾乎每個月 尤其是 臭氧比較高的月份 南部是 秋天 北部是 春天 或者是 春夏之交 那臭氧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近年來 一直都在 絕對一直都在增加 那這個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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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給大家看的是 是這個 兩個都會區 臭氧的這個增加的球型 在台北 這個全部的平均 是拿來看來 是增加 幾乎增加四十百分 十多十二三年來 這個十一年 就說增加了將近四十百分 在高雄增加基本値是那麼多 那這個增加的原因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說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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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希望知道 到底 控制台灣臭氧 是需要用什麼方法來控制 也就是說 我們需要知道 真正控制臭氧 增加的 先驅務是什麼 那剛才看到這個 台北高雄,臭氧都一直在增加 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跟控制臭氧也很有关系 原因是什么? 我这里可以列出来 三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臭氧的生成 臭氧增加是因为臭氧生成一直在增加 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答案是错的 今天我可能没有机会给大家介绍 因为臭氧的问题 在很多地方是一个学期的课程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没机会谈到这个 没有时间 不过呢,我们会谈到另外两个臭氧增加的 一个就是说 我们从光化学来说 这个臭氧增加的主要原因 另外就是长城输送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看看一些证明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对这个方面来说 其实在臭氧做臭氧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里的 把台湾每单位面前放出来的这个污染物 是全世界有名的灶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每单位放出来的空气污染物 是世界排名第几 有没有人知道 应该有人知道 我们放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 大家现在非常注意 二氧化碳 每个人放出来的量 是全世界排名第几 有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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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还是快一点 我就讲 我们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是全世界比较重要的国家 前十年 我们排在日本 跟所有西欧国家之上 所以这一点 我们应该非常的 我们的骄傲呢 还是惭愧呢 还是两个都有呢 我想 其实是 惭愧多过骄傲 因为这个排二氧化碳 多多少少 代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 非常的高度的成长 这个大概是大江子弟的成长 不过 比西欧国家 比日本这种更发达的国家 排二氧化碳 每个人排出来的 还多 这个是我们的 产队 那表示说 人家的Energy Efficiency 就是 那个 绩效比我们好多了 至于我们的 每单位面积 放出来的污染 那个 不只是排名前十名 事实上是全世界排第一名 第二名跟我们还差很多 所以这个 这个当然不包括那种 岛国 就是说像这个 像那个新加坡 那个一点点大的 那种 比西多 那个 那个 那个不算 那个算 十个面临 就是说一千万以上的 国家 台湾 美单位面积是最大的 那所以说 在这么大 单位面积大的地方 来研究这个臭氧的生成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问题 并且台湾多多少少是一个海岛 跟其他地方的关联比较小 可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 比如说我们在春天 在这个 那个 那个秋冰 甚至冬天的时候 那个 那个 长城出送 冬给季风 还是带来很多 那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 在这个 讲座我们之前 我稍微提一下 因为就说 我们真正讲臭氧 我们其实是 我们 真正讲臭氧 是 讲所谓 总氧化物 只讲臭氧的话 是 有时候 那个问题很难讲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 总氧化物 讲的最重要的就是 臭氧本身 加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它这样 给犯的时候 臭氧的产生 才是 就是 变成在数学上 变成一个 非常漂亮的 一个 expression 你只要先两个 就完全对了 就是 HO2 和 同样的 就是 RO2 和 这样写出来 就可以得到 Ox 的 production 在这种 definition 底下 这个 我们就可以看看 在我们 台湾北部的情形 台湾里部的情形 我们讲说 纯粹看臭氧 你看 我这里分成 就是说 那个 黄的是 这个台北 差不多五六 station的平均值 就是台北市的平均值 跟这个 杨宁山 红的是杨宁山 比 绿的是一个万里 就是说 靠北海岸的一个小的 比较干净的 湘村的station 这个是 过去十一年的变化 臭氧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 台北比 杨宁山 反而来的低 台北污染 比较厉害 杨宁山 反而高 可是 假如说是 我们把这个 总氧化物来 同样的 三个地方来比 你看 台北平均度 比较高 把这个NO2 加上去 并且另外 大家看到 这个季节变化 本来完全 台北跟这个 杨宁山 跟万里 完全 先看 把这个 加上去 就变成 很 consistent in-based 那 也就是说 都变成 春天的时候 来的 最高 这也就是说 真正把这个 总臭氧 这样来看 看这个光化学 就比较合理 那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看看 台北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 台北的臭氧 过去十年 一直在增加 它的原因 在这个图 最容易看出来 这个增加了 大家可以 就是刚才那个图 然后 我把这个NO2 过去十 十年 台北的 把它画出来 你看 它在减少 把两个一加起来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Tolooxid 基本上 没有变 这可能受评的 过去十年 没有变 那表示说 很简单 台北的臭氧 其实增加 就是因为 NNO2减少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 NNO2跟 臭氧 有一个Titration 这个Reaction 这个是 Well-known 的Reaction 其实就是台北 臭氧增加的原因 那个主要原因之一 这个 从这个图 就可以很快的看出来 那另外呢 我们就是说 刚才那个图 我们把它就是说 台北再走去看一次 这个 假如说 只看臭氧的话 增加是 刚才我们讲说 是40% 这里20% 因为我们这里 现在只看白天的 因为晚上臭氧低 所以我们只看白天的话 过去十年 增加22%左右 那 假如说 NNO2加上去 基本上 过去十年 也没有变化 高雄也是一样 80% 一加上去 只有剩2% 高雄 或是台中区 也是一样 可是我们看看 像这个 阳明山 蓝宇 万里 大家可以看看 臭氧增加 比较少 过去十年 增加十几个% 那 NNO2也看上去 因为它是很干净的地方 这种污染的活动度很少 所以它还是增加 还是那么多 这表示说 干净的地方 总臭氧 总氧化物跟氧化 臭氧增加一样多 那这个 宜兰师 in between 它本来是20% 那现在 它因为也是有 5.7% 所以这个 这个表 看起来是蛮有意思 这个表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你这个 真正比较干净的地方 蓝宇 更干净 比较干净的地方 它的总臭氧 跟 总氧化物跟臭氧 增加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干净的地方 过去十几年 增加了十多% 那 这个 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 不用 就是说 深思也一样 想得出来 就是说 比较干净的地方 它本 就不受到台湾的影响 它却过去十几年 一直真的增加 那这代表是什么 这就代表就是说 台湾附近 大汉面积的臭氧在增加 这也是我刚才 为什么给大家看看 在美国的时候 那个臭氧增加 它一增加是 是那个 Synatical scale 增加 那我们在这里 像这样的增加 我们就欢迎 这个增加 是不是大面积的增加 不是台湾附近 说不定包括 这个日本啊 琉球啊 那 香港啊 说不定都在增加 那 我们就看看 是不是如此 香港 或许是这样 我是找了三个station 一个比较新的城 另外是老的城 比较污染的城 好 那把它画起来 请大家注意这边的 那个 黄的是那个 新的城 那个 啊 藍的跟 紫色的是老城 那个臭氧 是有增加 OK 可是看起来好像 不大一样 那我们 跟台北一样 我们把这个 NO2把它加上去 你看 老城跟青城 都非常 consistent 增加率也是一样 并且增加的 看起来非常明显 过去 这里是97年以后 增加率 那这一代它没有data 这一代是看起来 那个 香港从前的data 或者仪器是有问题的 这个 所以有时候仪器 大家在这里也可以注意到 仪器的重要性 香港 十多年前 他们的仪器显然 至少93年的时候 他们的仪器 跟台湾仪器 比较诚实 差一些 可是后来看起来 所以香港也在增加 那不只香港增加 我刚才就说 这个面 OKINAWA 也在增加 也在增加 日本 这里差不多300多的station 日本的平均值 当然 其实我应该把干净的station 跳出来 这个我相信没有问题 最近也在 请日本的同事们 把干净的station 跳出来 来跟我们来比较 这个我相信 我看到的data 目前也是干净的station 这是全部的station 也是一直在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基本上 我们是认为 这个 这个 是区域性的增加 那也是应当是 跟亚洲 当然是 就是说 中国大陆 甚至 这个 南亚的 这个 过去 十年的发展 有完畅 那这个增加的幅度 到底有多大 我的感觉是 不只是 就是 我们这个 那个 Pacific Rim 就是这个 连太平洋的 西太平洋的 这里再增加 在亚洲大陆增加 甚至这个增加 我认为 会都影响到 马拉罗 就是在夏威夷 以亚洲大陆 是 差不多至少 四五千公里 大家注意到 这个是马拉罗 的 年 这个station 是差不多 3.5km的高度 那它这个 年平均值一直在增加 所以增加的量 是比较少 一个 decade 只有差不多 1.5km 这个 量很少 可是我们也可以想像 夏威夷 所以基本上是 是 是这个 亞洲大陆的 夏威夷 那 离得很远 也表示说 亚洲大陆 对它的影响 比较小 可是 比较小 并不是没有影响 所以我相信 这个 这个 这个夏威夷的增加 跟亚洲大陆的臭氧增加 是 是有关系的 这个我们还在做 这个 看看 希望 对啊 我们这个 王老师的模式 应该可以 simulate 这个其实是 蛮有意思的 那个 这个 simulation 另外 因为 王老师在这里 我还特别 要跟他提醒 他只要做 simulation 这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假如说 这个增加 真正是 亚洲的影响 这个 simulation 一定要能够 证明 就是说 冬天 跟冬天 这个增加 看来最 可信度最高 大家可以看 冬天的 fluctuation 比较小 可是这个增加 确实 比全年还高一些 那 秋天更不用说 春天 反而 没有什么增加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那个 到底是为什么 我相信只有模式里面 能够 能够看出来 当然 我们也知道 春天的时候 在这种 马拉罗这种地方 是这个 Japan Jack 影响的区域 可以说是下风带 就是说 在春天 受到这个 那个 Stratusberg 平流层 的 影响很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目前我们还是 就说 只是在 把这个问题 把他提出来 希望 像 王老师的那种模式 可以把这个 问题来解决 那 在这个 以后 我看 剩下的时间 我想跟大家谈 是 过去 差不多 四五年 我们就在做的一个 所有做的一个 题目 那 剩下的时间 我想跟大家谈 是 基本上 我们过去两年 也是针对台湾的 臭氧的问题 做的一个 做了一些 研究 那 这个当然也是包括 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 就是说 很多其他同仁的母蜜 那个 基本上 我们就是说 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 Node attrition的问题 一个是 long range transport of ozone的问题 两个都是 台湾臭氧增加的 那 现在看起来 我应该有 有时间 给大家 稍微 谈谈至少 部分 这一个 这个 这个臭氧 真正生成 它受到 NOX VOC 影响的 一些 一些 一些现象 那个 一般来说 我们说 那个 在谈 臭氧的生成 差不多 三十多年前 在LA 在研究臭氧的时候 就有人 用 所谓 这个 模式的 这个叫做 所谓 ECMA的 一种模式的 臭氧的 这种图示 来看 臭氧的生成 但是 怎么看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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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式 是 就是说 张院长 当时 他们发的 模式 那这个 是 张满辉教授 云克大 他们 用那个模式 算出来的结果 他是用 NOX的 排放量 好比说 我们现在 这个 南台湾 现在排放量 好像是 这一点 来代表 那你把排放量 把它减少 NOX 减少 这个 酱油卡文减少 的方向 来看 这个NOX 大家可以看看 减少 30%的话 是从100到70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臭氧呢 就在这里 从差不多 140 左右 从这一点 140 左右 到这里 会增加到 也就是说 NOX 减少 30%的话 臭氧会增加 从140 到150 左右 所以说 这个 NOX 的排放 用来控制 臭氧 是反而 适得其反 按照这个 模式来说 那 Hydro卡文呢 就不是 你沿着这里来减少 那 臭氧就会减少 这当然是 模式的结果 可是 我们知道 这个模式 通常还有 很多问题 它有机制非常复杂 固定性 其实最严重的问题 是所谓的 这个 排放量 你看 台湾的这个 排放量 做的已经不错 可是你真正要看它 仔细的 排放量的准确度 是差的很多 所以它这个很多 固定性 都在这个 模式里面 所以这个模式的结果 到底 到底 是 是有多好 那 那个 是 很值得怀疑的 一件事 那 有一个办法 也就是说 过去十年 在美国做了很多的一个办法 是所谓 这个 用观测的方法 来 把这个模式的一些固定性 把它取消掉 把它减少掉 也就是说 很多模式需要的 好比说 要排放量 我们用观测的方法 就是不去看 那个排放 不用排放量 就可以把这个 TECMA 这种 刚才讲的 那个 就可以把这个图形 弄出来 那 这个图形 怎么来弄呢 我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 看 对 那个 基本上 我们是怎么弄 这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万一我时间不够了 至少大家 现在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这个最后的结果 我们是说 这个用什么图 我们是把 把臭氧 把它放在这条 Vertical 线上 然后我们用观测的方法 观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当初 每天早上排出来的 这个 这个 Hydrocarbon 的量 那 每天早上 排出来的 NORX 的量 把它 跟这个 当天的臭氧 观测的体 把它弄出来 然后 然后用一个 平面 用一个简单的平面 去FIT 这个 观测 观测出来的 大家就可以注意到 就是 假如说是 NORX 会减少 就是 这一个面 沿着这一条线 下来 NORX 是 总氧化物 减少 减少 超过50个PPB 那 VoC 减少 沿着这一条线 下来 减少 将近 这里有多少 50多个PPB 没有 这个是25个PPB 所以 就是 VoC 减少 比这个 来的有效 另外 这个减少 其实是 臭氧加上 NO2 你 NOX 把它减少 就是说 70个 或者说 70 60个PPB 其实 这里 就得说 大部分 其实是 NOX 在减少 臭氧反而是 在这个情况下 增加 这等等 我知道 听起来有点 confusing 可是等于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会来给大家解释 那基本上 我们是怎么做的 那 这个 我已经给大家 介绍了 文句 就是说 我们是把 臭氧加上 NORX 把它探索 中氧化物 看这种 中氧化物的时候 其实 在欧洲 我们讲的 总氧化物 看中氧化物的时候 就是 总氧化物的产生量 基本上就在这里 所以你只要去 用观测子 观测到这个 NO 然后观测到 HO2 跟RO2 那答案就一定有了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不是说 要用观测的方法 要用了观测的方法 来解决 这个臭氧的 生成的问题 那我们用 观测方法 观测到臭氧的 果然想这样一弄 所以 欧洲 用了观测的方法 他就说 他直接观测 HO2 RO2 跟NO 然后画出来的 其实这是 总氧化物的生成型 跟NO的关系 他就可以画出来 那当然 这个是欧洲的 一个group research group 就发表了 2003 这个当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 另外就是说 几乎是过去20年 那个仪器发展的 结果 能够达到这个水准 即使达到这个水准 也很多人都还是 但是怀疑他这个观测的 这个精确度 到底有多少 不过这个还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在美国 1998年 其实是我 在 在 在NOAA的group 做的一个结果 他们做的结果 是 是仿效 不是说仿效 他们做的比较早 可是基本上 也是 像这种方法 去求得 这一个方程式的方法 那 他们做的方法 他们并没有仪器 可以量到 这种 HO2 或者RO2 也就是说 XO2 他们是 利用 那个 间接的方法 间接的方法 求到 XO2 然后 利用 观测到的 NO层上去 得到这个结果 得到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是NOx的 它这里 NOx 是很干净的地方 不过这个 就是说 NOx越少的话 臭氧 生成量 越少 这个是 跟我们目前看到的结果 很不一样 不过它这个 在美国 它就 飞机的观测 所以它是 相当干净的地方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观测到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我们等等 给大家看看 是在这一带 我们做的 那个 我们做的 是在台湾南部 对 在台湾南部 做的观测 就是 高明地区 包括了 差不多12个 观测站 那个 我们观测的是 基本上 是 看这个 NO 然后呢 我们是观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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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那个 precursor 跟这个 臭氧 加上 NO2的 关系 那个 sorry 那个 那个 最基本的 在这个观测 是 利用一个 所谓的 lagrangian 的方法 来 来做这个 问题 今天 这个 时间 可能是 有一点 有限 我给大家 就是 最主要的部分 给大家形容一下 不要 大家不要看 这个 slides 我们基本上 就是说 我们用 两个 hydrocarbon 两个 VOC hydrocarbon 那两个 hydrocarbon 基本上都是 汽车放出来的 放出来以后 到了 空气中 它受到空气 氧化物的影响 因为它两个 都是汽车放出来的 它受到 氧化物的 氧化 氧化素率 不一样 一个很快 一个很慢 可是它等于说 两个一起放出来 氧化素率 一个快一个慢 你假如说 去看它们的比值 就是说 去看它的比值 也就是说 你把它这个 ratio 看起来 它应当 就是说 两个一起放出来的 它受到的 这个 大气的 传动 传送的影响 是很小的 也就是说 它的比值 跟它 刚刚从汽车的 尾气排出来的时候 刚刚放出来的时候 应当是只受到 空气中的 氧化物的影响 所以 就可以直接把它 这样 写出来 这个好处就是说 它本来是两个 都受到 transport的影响 可是 因为两个 是 同样的地方放出来 它在空气中 受氧化 是同样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可以看成一种 好像那种 agrangian motion 也就是说 空气的 传送 就不重要 就可以这样 把它表示出来 这样表示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量 早上的时候 好比早上的时候 汽机车 放出来这两个的比例 这个很容易量出来 我们在 我们耐火 就可以量出来 那这两个 是到了 中午的时候 臭氧产生很多的时候 那个比例 去取样 也可以量出来 量大了以后 因为我们 K1 K2 这个在实验室 就量出来 所以很快 我们就等于说 量到OH 这个值 就得到OH 这个是我们用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 跟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那个方法 其实是 一曲同工之妙 他们是量这个 OH 跟这两个东西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量大的OH 多多少少 也就等于说 可以去算出来 HL2 跟RO2 有多少 所以我们 那个方法 是 是一个相当便宜的方法 可是也可以得到 相当好的结果 就等于说 把OH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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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那个 我们就可以 回去 就是说 看看 那个 当初 当初 我们有了OH 我们就知道 每天 从早上到中 到臭氧生成最高的时候 那个 我们在那时候 看NOx 然后 我们就可以推算 用Lagrangian的方法推算 当初 原来早上的NOx 有多少 我们把这个推算出来 然后推算 早上的 那个 推算出来 早上的 这个 HL2 有多少 把这两个数 推算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把早上的 NOx 早上的 HL2 都可以推算出来 推算 推算 结果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早上的 NOx 早上的 HL2 然后 跟这个 中午的 臭氧的最高值 把它 一起 一点一点的 画出来 把这个平面 这样 推出 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做 这个听起来 当然 我想 因为我很多 DETAIL 并没有跟大家提 了 如果我想 大家有时间 有兴趣的话 可以 想一想 这个其实是 相当有意思的 一个题目 也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 就是 用观测的方法 可以 把这个 总氧化物 跟每天早上的 这些 氧化物的 先驱物的 关系 把它找出来 这一找出来 这个平面 当然是 这个HL2的FET 0.6 并不是很好 不过也是 我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 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那 当然 这里有一点 大家可能注意到 这个FET 这些点 基本上在这里 可是 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 我们缺 也就是说 这里跟这里 我们几乎没有换 这里有一个换 几乎没有换 也就是说 观测的这个 观测的时间 地点 应该是 要有更多的观测 才 这个图 才会比较 更有代表性 那 就是说 这个图 我刚才给大家 大家解释了 这个图 基本上 就是说 VOC 假设 我们把它 减掉 从100 减到这里 减到10 这个减下来 这个 总氧化物 从差不多150 到100 减到50 相当不错 好 那 NOX 减这么多 它减差不多 25 PPP 也不错 可是 减NOX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NOX 从差不多 80 减到0 减掉80 PPP 那 NO2 也就是说 在这里 其实是减了 那 恐怕 因为NOX 里面大部分 是NO2 NOX 差不多 就有60 PPP NOX 减60 PPP 这加起来 不过减25 PPP 其实表示说 在这种情况下 减了 臭氧 会增加 超过30 PPP 那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减NOX 对臭氧 没有好处 也就是说 回到这一点 减 NOX 臭氧 会增加 所以在这一点上 其实 这个 张院长的 这个 这个 模式看起来 还是 不错 至少方向对 这个 不过大小 不大对 你看 我们减了 NOX 减了以后 那个 他那个 臭氧 增加很多 臭氧 只有增加一点点 接下来增加 几个 或者至少方向 是正确的 那 最后 基本上 这样 稍微 那个时间 这关系 我们 非常谢谢 李教授 这个精彩的演讲 嗯 發展的 什么问题 等一下 这个 你刚刚的演讲很精彩 但是 在这一部 那个早上的 VOC 或者是NOX 到 中午的时候的 火中午的行程 那这样的话 传送的影响 都没有影响到 这个表情 比如说 假设是 进风的情况 那这个站 对 对 你讲的不错 假如说 完全进风的话 这个方法当然是 是比较 比较好 不过 我们其实做这个方法 最主要 其实也是 因为 是 几乎每天都有风 这风 你想想 在 在南部 就是说 我们做实验 都差不多 十月十一月 南部的十月十一月 都是非常晴朗 并且相当的 海陆风 是绝对有的 那在那种情况下 你假设是 纯粹 就是说 假设是 当地的 早上的 东西 然后到了下午 到了中午以后 差不多十二点 一点的时候 看到臭氧产生 那个臭氧产生 跟当地 早上量到的VOC 当然应该是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那当地的VOC 已经不晓得被吹到哪去了 那那个 那个臭氧的生成 一定是其他的地方VOC 产生的臭氧 传过来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样做 我刚才讲的就是 我们用 用那个 两个VOC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比例 OK 那个早上放出来 你可以想象 那个比例 早上放出来 比如说是 比例是四 OK 行到中午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VOC reaction比较快 所以那个 好比四 就变得二 OK 那个 ratio 就变得二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说 它变成 从四变到二 那个变的原因 是完完全全是 光化学 而不是transfer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两个放出来 是同样的地方放出来 那 经过的chemistry 同样的chemistry transfer 应当也一起transfer 所以我们就是 利用这个的概念 来就是说 求得那个光化的 到底有多快 再反回去 就是说 你看到臭氧的地方 是哪里来的 NOX 哪里来的VOC 不管是哪里来的 可是因为我们有的论 这样可以做的 我相信这个其实是 是相当正确的 呼勒比输 反应回来说 我们从前 有做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 即使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同样的地方放出来 你到 因为它这个大气transfer 它相当的有mixing 有advaction 有advaction 所以你可以想像 这个就比较简单 你这种纯粹是advaction 到这边来的 可是它假设有很多mixing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问题其实是 我们做了模式的 呼吸 就是说 用3D模式 做这种问题 mixing是会有很影响到 所以我刚才我没有说 它完全没有受影响 所以就有影响 就刚才说 就是说 在假设只是早上到中午 就有影响 可能是蛮小的 所以基本上 您在 计算它有反应的数据 就是要过去它的时候 在它的出色 它关注模式 对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 这个整个东西 非常难 对 对 这个我认为 其实 我们这个 找到这两个 这个hypercarbon 配合 也是 纯粹是巧合 找到 这个 所以 并且很多东西 都是 都是巧合 我们在 我们在做hypercarbon 那个 它是从前 他的Master degree 是跟 重大的 化学系统 王宇文家主 Master degree 那位 张继工 助理研究员 那 他找到了以后 他跟我谈 我说 这个蛮有意思 那个 因为这个 从前在 在 美国也有这样 因为我说 那 他 本来是用来 研究这个 就是说 汽车排放 没有排床 看有多少 那我说 我们试试看 跟这个臭氧 来演讲 那 本来 其实他本来也是 想跟臭氧 来比较 可是这些做的 结果 不是 不是 那我们后来 慢慢一步一步 把它弄成 这个 就是说 把它 这个 原来的 就把 这个 这个 然后 得到 结果 其实这个 结果 很值得 用这个 用比较仔细的 模式 去 看看 到底 是怎么样 因为模式里面 像这种 还有他的 在模式里面 CMH相当 一把 放进去 这个 其实 我想 那个 那个 张燕塔 他们那边 那个 模式 应该在这方面 那些 张燕塔模式 对 对 还做 CMH 对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你讲说 只用安的模式 但是没有安 可是你再加进去 两个 才会把自己安排 就是 computer time 增加一点 对 不过做这些 你怎么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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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可 对 你老是可不可以 小点 就是你刚才 那张彩色的 那个 三个 XY 应该 做分 看到这个 外走那一边 你这边有时候 看到的 很干净 因为看起来 VOC 加CO 加兴许4 它的浓度都小 来 PPE 嗯 就看哪张是个 是个非常clean的 case 嗯 不过 这里 你知道吗 这里 这里有 我们其实 在这里吧 我们 不会说 它没有用CO 跟CH4 没有 这里我也需要解释一下 CO跟CH4 我们是只取它的 所谓 这个 用掉的 Consumed Portarian 因为 因为你把CO CH4 真正加上去以后 只是把这条线 放在更远 也就 actually 你假如说 那样做 我就把这里 开始的点 用成 两个PPP加充实 这也是两个PPP加充实 那PPM 不错 加上 一把 嗯 你是这样 这个 这个其实我 所谓这个加 我们不是加 绝对 加那个Photocchemical oxidation的 是吗 从早上到 它变量 对 变量 OK 嗯 我们今天事实上 有蛮多的做 那个大金包学 对对对 我们看他 像你的吉利 很少 对对 哈哈哈 他们已经在讲科医呢 怎么去做 做 他们模式要去 实在 以我们整个学界来讲的话 我们中大 这个所有大金开 所谓的 服务 这个是很激 所以我们今天事实上 也非常 不错 我们都让 听到李教授 跟我们讲一些 非常 目前他们所做的 非常精进的研究 大家非常多 思考方向 所以如果大家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的话 在这里我们再也 热烈掌声 谢谢李教授 谢谢大家